哈喽大家好 我是HSTOR Academy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 这个星期的美国教育新闻 首先呢 先跟大家分享 我在频道上面做的这一个问卷调查 这个问卷调查是每个星期 我都会做 那当然就是没有对跟错 就是看你自己的想法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在直播的时候 都会有家长拿出一些 就是大部分都是一些 长春藤大学的一些下校 然后就会问说 这个下校是不是能够 就是有很大的加分作用 然后会不会比一个 比如说一个比较 可能不是那么高排名的大学 是不是比那个更好 那这个我们已经回答了很多次 其实这些下校就是大学 赚钱的一个产品 那有没有加分的作用 大部分都是 就是说没有直接加分的作用 他就是很多东西加在一起 或者是说你真的学到了什么 做出了什么 那是整体的来看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只要贴上这个标签 某某藤校下校就自动就好厉害 就审核员就会买单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高大上的这些课外活动 到底是不是大学申请的制胜关键 那我们一再强调你要看整个东西 而且很多的这种下校 因为就是说说实在的就是付钱就可以去 那说实在的也不见得就是说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含金量 或者对学生有多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不一定 好 那就是说第一个答案就是高大上最赞是真理 好 那还有15个percent的人觉得是这样 那也没有关系 你觉得这样就是这样 我们也不要强迫你对不对 你就这样好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因为习惯了被呼咚 好 那当然了 这个就是一种习惯惯性思考 就有些人他只要听到这种高大上就会臣服 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最棒 所以当然人家就会用这种说法来说服你 因为为什么会被呼咚 就是因为人家用你喜欢的方式来说服你 给你你要的东西 可是最后是不是真的这样就不知道了 所以那就叫呼咚嘛 好 第三个 因为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这个部分呢 我认为其实不是就是说某些人的问题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独立判断能力 你还要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领域的知识 就是说你特别知道这件事情 你才能独立判断嘛 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很多知识 在这个领域的话 可能你也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所以你为什么要看我们的这些视频跟直播 对不对 好 再来呢 因为钱太多 这个呢 我相信真的也是有 像因为我的家长 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美国本地 我的家长都是老老实实的上班族 所以我们的费用就是跟某些地方的这个顾问公司 或者所谓的留学机构 我们的费用会比较这个一般化 因为我们的客户就是一般的上班族群在美国 所以呢 很多就是说某些地方来的家长或者学生 他问了我们的价钱 会觉得说我们怎么那么便宜 一定是不好 那这种思路我也是觉得说很难以理解 不过没办法 因为习惯了 我觉得这真的都是一个习惯了 好 最后一个我就是来踩的 那当然我们不用管这些人 只要他们不要混乱到我们上面的答案就好 所以呢 这一题呢 就是看你怎么想都可以 可是我告诉你 高大上不见得就是自身关键 不见得 那现在呢 已经是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八月份呢 该做哪些事情 我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都做了一个完整的视频 不晓得你有没有跟上 因为我们的大学申请呢 就是八月开始 八月一号开始 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申请表都开放了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你真的要跟上脚步 其实你会觉得说 还有很多时间 我告诉你 这个真的一眨眼就过去了 很快 今年的申请又结束了 所以呢 你真的是要跟上脚步 然后呢 不要忘记 这个是最后的临门一脚 你可以说是十几年的这个 寒窗苦毒都是为了最后的这个临门一脚 所以千万不要很草率 好 好 那当然啦 我们现在都非常的这个 就是concern 就是这个美国的平权行动 好 这个对我们 就是亚裔 特别是华裔呢 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这个新闻他讲的呢 其实不是新闻啦 这个算是一个评论吧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平权行动被禁了之后呢 对大学招生的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大学就乖乖的 真的就不考虑种族呢 那这个呢 他就是讲说 尽管是不可以考虑种族在申请上 被高等法院已经禁止了 许多的大学呢 还是在寻找新的方式来接触少数族裔 少数族裔社区 那绝对不是你跟我 就是他们要的那些 拉丁裔美籍飞裔跟美籍原住民 那他们会想办法再去接触到他们 就是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宣传啊 做一些仿效啊 做一些专门协助这些学生去做申请 完成申请的一些就是一些活动啊 好来给他们方便 让他们能够就是比较容易 至少递申请表对不对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 有些大学开始在重新考虑 这个所谓的校友录取政策 以及运动员招募 那这个部分校友录取政策 大部分就是可能白人居多了 好就是以前这个大学毕业的毕业生 当然这个跟大学他们希望校友 能够持续的捐款给大学 就是支持大学会有很大的这个连结 那是不是要切掉这个这条线 是不是就是一刀两断呢 这个很多大学都在思考 因为这个呢 就是政治立场正确的一个做法 好那另外运动员招募也有很大的一块争议 很多人觉得说 我凭什么运动员就比较容易进 好其实运动员好 真的占的名额没有那么多 好你你会想 哦那我就让我的小孩去学极见 好我觉得好多人都想要去冲这个极见 这个项目 好然后呢 fencing好 然后就是说奥林匹克 然后就可以进好大学 我跟你讲你真的想太多 因为这个部分的名额没有那么多 然后呢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真的要这个很接触 在这个领域 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争议 我也不是很 不是很确定这样会好吗 因为这些运动员说实在 他们要付出的很多 那他当然相对的 他们读书的时间就不够多 然后呢可能就是 怎么讲没有像一般的学生 能够非常合理的去分配他们的时间 所以如果真的不给他们 所谓的一些就是录取优势 他们不是就是自动会被录取 他们是有一些录取优势 那我觉得也不是非常的公平了 好那就是说这个平权 这个平权运动被禁了之后 就是说哈佛大学很快的就推出了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申请 这个论文有很多篇嘛 那其中短文书他就加了五篇 那有一题呢他就直接问你说 请问你对多元化的这个贡献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应对那个 平权法案被禁了之后 所做出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上有对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啦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还是会持续的影响我们呢 我们真的可以观察 不过我觉得跟整个政治风向都很有关系 你觉得呢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好 很多事情真的是要就是透过我们的投票 来保障我们的权利啦 好那这个呢是富比市 他们就是最新排出来什么呢 就是用财务成绩的评比来排出 美国最强跟最弱的学校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 因为我一直跟你们讲好像他这里面也讲 首先高中毕业生的人口下降 好变成是说大学招生就是已经 就是他的这个消费族群 他的这个上大学的人口已经下降了 第二就是说这个COVID期间的这个PPP 就是这个疫情的财务支柱 已经就是用完了嘛 好那还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现在就是说这些大学要活下去真的不容易 所以你看每个星期我播报那个新闻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大学就是倒掉了嘛 所以很多也是百年名校 所以你的学校能不能长长久久 真的是关重大 你不要觉得你随便找一个大学去读 好那什么样的大学能够长长久久呢 他有九个关键的这个指标 他评比了876所大学 有些大学根本都没有评比到里头 那真的就是不用考虑了 那这个就是说有九个指标里头呢 我真的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靠谱 第一个就是说学生这个捐赠 好学生捐赠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说不要给那个校友子女加分 好像就是说这样不公平 其实你不懂 因为大学他们非常需要 他们主要的这个资金 其实应该是来自捐赠 好就是像你付学费 你一年付九万很多对不对 人家一捐就捐了几亿 所以就是说这个捐赠绝对是金额比较大的 所以一个学校能不能够有募款的能力 能不能拿到捐款是非常重要的 好所以你把那些校友子女的这个优势砍掉 对大学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第二个就是说资金的流动性 就是这个现金流嘛 这个很重要当然 然后你的这个总资产 这个消耗性的资产的这个 就是你的负债跟消耗性资产的比例 也就是说你像像我们 就是说常常都讲到说 某些大学欠了很多钱 所以他们就是可能像这个芝加哥大学 欠了很多钱 所以他们每个每一年要还那些钱 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 对不对 然后收入是否能够支付费用 这个当然了 对不对 你如果是负数的话就问题很大 然后学费占核心收入的百分比 对学费的依赖 也就是说呢 其实如果一个学校 他的收入很大一个程度 都是来自于学费呢 其实是不健康的 因为学费就是比较于这个开支来讲 真的是这叫什么 杯水之车薪啊 就是说真的是非常的难去支撑这个学校 所以这个评比里头呢 有470所大学 他的核心收入是来自于学费 所以这个就是很危险 也就是说单纯的收学费来支撑这个学校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那再来呢 资产回报率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就是校务基金去投资之后 每一年的这个就是得到的这个 投资报酬 就是像投资这个股票啊 这些东西 像长川城大学这些 他们可能一年的这个 光是这一块就可以拿到几十亿的美金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 呃就是呃收入来源嘛 再来招生率 也就是说呢 这个学校如果很多人去申请啊 就是这样挤破头 那这个就是表示这个学校 他真的就是会很有竞争力 因为他不怕招不到学生啊 好 然后呢 获得助学金的新生比例 也就是呢 他能不能够很大方的给很多人助学金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跟你们讲 越有钱的大学 越能够长长久有大学 他发放助学金的这个力道更强 所以你真的是想办法去争取啊 对不对 好 再来呢 就是说每个学生的教育成本 那当然这个直接影响到他的开销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 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这个名单 那当然啦 你可以看到A级的学校呢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长春城大学 顶级大学 杜克大学 还有什么呢 就是非常有钱的教会学校 像德州基督教大学 像杨百汉大学 这些都是有教会支撑 所以他们的裁员非常的这个OK 绝对不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雪玲玲的告诉你说 你不去这些大学 你真的就是没有性价比 因为他们就是实力强大 好 那如果说呢 我们要让孩子去好大学 那当然我讲过了 不管是好大学或者一般的大学 或很差的大学 他的学费都一样 所以你一定要去最好的大学 可是那么高的学费还是付不出来 你需要助学金 好 那去年的这个发傻呢 联邦助学金呢 就是一顿混乱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去年的混乱状况 影响了很多人 像这个很多的这个学生到现在还在搞不清楚 他们到底是拿到多少助学金 就今年要入学的学生还在搞不清楚 到底要付多少学费 你现在都已经八月了 好 那今年的这个联邦助学金申请应该是10月1号要开始 他们之前说10月1号一定准时上线 结果呢什么呢 昨天教育部又通知了 今年的申请再度延迟到12月1号 这个去年上演的这个 这个慌乱的情形 今年要再度重演 但是呢 他说10月1号呢 他会开放 一部分的学生呢 可以进入这个平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有实验品 就是说 一部分学生进去之后呢 他们 就是看看他们 做的一些申请表的这个状况 看有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可以临时去修 让修到好 所以12月1号大量的人进来 才不会出问题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状况 真的也是可能再度混乱 好 而且呢 你如果说12月1号才 就是上线的话 那你这个提早申请的学生 10月份就递送申请表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能够拿到多少助学金 也就是说你去买个东西 但你不知道这东西多少钱的情况下 你提出申请 那尤其是ED的学生 Early Decision 你都不知道你要付多少学费 你会不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呢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的一阵混乱呢 造成了什么呢 他们现在发现说 Satimate跟这个研究机构 IPSOS 发现呢 去年的这个 本来是要简化这个申请流程 让大家更容易拿到助学金 结果呢 反而用必须用学生贷款来支付学费的家庭 增加8个percent 49个percent的家庭需要去借款来支付学费 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好心 希望能够帮大家 结果反而造成这个 这个大家的负担更重 然后呢 44%的家庭赶到这个FAFSA的申请的延迟呢 让他们压力很大 我跟你讲 这真的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像去年我们的这个石鹿小姐 昨天她做了一场这个英文讲座 不晓得你没有参加 我们的家长跟学生呢 去年得到了大量的帮助 她就是说到现在还在处理 这个去年的学生 都还持续的帮助 然后去年 就是申请了大概1000多万的这个助学金的 这个奖助学金的金额 所以呢 我跟你们讲 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专家带 你真的就是非常的茫然 一片大海 然后呢 你要面对的是非常高额的学费 所以真的不好 不好玩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希望你能够了解 那我们的生学规划里面 就是会包含这个申请这个助学金的这个 就是手把手的这个工作坊 所以呢 这个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没有必要东西 非常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而且呢 我们的这个分校主任跟我说呢 其实我们的家长大概一半都qualify 申请助学金 所以呢 一半是蛮高的这个数字 所以真的不要觉得你不qualify 好 那这个呢 是这样 他们发现呢 男生考ACT成绩比较好 好 比女生好 但是女生的GPA跟课外活动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女生比较乖嘛 比较成熟嘛 所以他们呢 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学校的成绩 乖乖做功课的情况下 他们的成绩比较好 可是男生呢 他ACT比较好 但是呢 他获得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 可能就是思考能力比较强 然后呢 呃就是说 呃基础也不差的情况下呢 他们获得的这个助学金反而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有很多专门为女性设计的奖学金 所以就变是说 女孩子有专门的奖学金 没有那种专门给男生的奖学金 对不对 你有听过这种吗 专门给男生的什么东西 所以 我觉得 现在这种情况有一点反向歧视 你觉得呢 如果你是男生 你可以发表一下你的感受吗 你会觉得你被反向歧视 好 那这个新闻讲的是 一切都给学生带来压力 也就是说这个呃 心理健康的这个问题呢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呃 事情影响到很多的学生 包括什么呢 个人问题 家庭责任 财务负担 以及全球性事件 包括这个气候暖化 战争 政治 像我的学生 很多也会跟我讲 哎呀 我们这个气球暖化 我们都都要这个玩完了 我们干嘛还要读书啊 这个真的是很难去 很难去解释这件事情 我觉得各有各的观点吧 可是呢 现在这件事情 因为长 长期的一直说一直说 一直说各种的这个社交媒体 一直说一直说 所以他们就是被 你可以说被洗脑吧 就是说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对他们的压力很大 所以现在呢 43%的学生呢 表示这些压力呢 影响到他们的学习 跟学业表现 那低收入的家庭的小孩呢 他们觉得更压力更大 因为他们还要帮忙 就是家里的这个 可能分担家计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呢 真的就是现在的状况 所以为什么我要请 那个Diana做讲座 给大家就是说去 就是说多了解 现在的这个状况 然后万一你的小孩 有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该怎么样去应对 所以你不要觉得那不关你的事 真的 现在这个事情是影响大部分的学生 大部分的人 好 那这个呢 是德州休斯顿学区呢 他们今年的开学呢 将减少748个老师 为什么呢 当然就是因为签 经费减少嘛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讲过 因为德州休斯顿学区 其实表现不是很好 然后呢 很多的学生也离开 所以变成是说 学生离开之后呢 他得到的这个经费又减少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们现在呢 就是说没办法 就是必须要减少老师的情况下呢 很多的这个 就是学习的这个品质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家长你真的是要注意 因为我常常跟家长讲 你的小孩都是A 不代表他的头脑是装了东西的 因为他这个A是 就学校的成绩是老师给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一种 就是怎么讲 老师随便打的分 或者老师很nice给的A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他的程度是什么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真的你们要注意 那洛杉矶学区呢 是美国第二大学区 他有同样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要发行什么呢 90亿美元的债券 用于这个更改校园 同时他还要提高 财产税就是这个洛杉矶学区的 这个中位的房 中价位的房呢 要每一年多较273块美元的 property tax 这个房屋税 好吗 来自于你的口袋的钱 他们要干嘛呢 就是他们要 就是超过800亿 要拿来更新校舍 然后包括就是说 这个换电动车 全部把校车换成电动车 加州就是一直在推这个电动车嘛 然后更新校舍 然后这个呢 其实只有洛杉矶学区 但是加州本身呢 也要借款100亿美元 也是做差不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呢 就是加州现在要 就是说 要筹款来更新校舍 然后换校车的电动车 那你觉得如何呢 无论你觉得如何 你的这个财产税 你的property tax 就是要涨 如果这个通过的话 好 那这个新闻呢 是加州大学的工作人员 我们都知道之前 他们抗议了很多次 就是这个加薪 要求要加薪 然后也罢工过 那现在呢 不只是加薪 因为加州的住房 真的太贵了 所以呢 他们除了这个 加薪之外呢 他们希望能够比照 UC Davis的这个住房援助 计划作为范畴 能够在其他的校区 也能够有住住房援助 那UC Davis是在一个 人口密度很 就是很大 就是说 就是说 那个地方的房价不是很贵啦 所以基本上 它比较偏远嘛 所以你这个计划 在UC Davis可以 那在别的校区 像UC LA UC Berkeley 可以吗 这真的就是有一点难 好 我觉得是很难 所以我不晓得最后结果是什么 但是呢 我们这个行业 像现在呢 像这个大城市 真的都很难找老师 那很多的这个 就是研究报告都显示 教育这个行业 真的就是这个薪水最低的行业 所以现在念教育的人越来越少 像我上一次在那个市 就是说那个视频里头有一个 可能是爸爸吧 留话说 他觉得说我们做这行好像很不错 所以他已经叫他的小孩子创业 也做我们这一行就是升学顾问 我就跟他留话说 他愿意做这行很好 但是这个行业的这个薪水不会很高 就是赚的钱很少啦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你可能觉得说我讲这样子的话 好像很难以置信 可是这是真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因为我是台湾人嘛 那我今年四月的时候被提名 就是被一些 这个就是台湾比较这个有 就是有这个怎么讲 在各行各业比较有资历的一些大咖 提名说去选那个金冠奖 就是金冠奖是台湾政府给全世界的台湾 女性企业家的一个表扬的一个奖 选十个 每两年选十个出来 结果呢 那个提名我的人呢 觉得我非常有资格 然后呢 他们有好几个人都觉得我非常有资格 所以他们就提名我 然后呢 我也准备了一百多页的资料 然后呢 就像一个人生走马灯一样 就把我在这行三十年的这个经历 全部就是归纳总结 做了一百多页 其中包括了几百个家长的这个见证跟感谢信 然后呢 就是很多行业的大佬 包括这个各个大学 哈佛大学 加州大学 他们的这个推荐信都有 好 送上去呢 总共有四关 结果呢 前面两关我都通过了 这是几百个人选 所以前面两关我都通过了 还还蛮厉害 结果呢 到第三关的时候呢 其实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跟我说呢 你这个行业可能 你不会被选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收入太低 好 那那个人他都不知道我收入多少 可是他就这样说 我当时也觉得蛮惊讶的 可是呢 我就听一听就算了 结果呢 到了第三关的时候 我真的去面试 是一个 呃 就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女企业家 两位哈 他们就直接跟我说 就看了我的这个呃 缴税的这个报表 就是说呢 公司的业务量够 可是 盈利就是利润太低 然后呢 他们就说你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你的收入 他也就是说我赚的钱太少了 所以我当时呢 听了就觉得说 哇 这真的就是 因为之前那个人 他都不知道我的收入 他就可以这样断定 因为他知道做教育的 就是赚不了什么钱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当我听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 我就真的觉得说 有一点纳闷 真的 呃 那为什么要做这一行 说实在的 你 你的责任那么大 对不对 不过我已经做了三十几年了 所以呢 我要跟你们讲 如果你们要小孩子做这一行 你们真的是要了解 除非你把什么 呃 公司拿去上市啊 拿去这个 呃 炒股票啊 那个是另当别论啦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没有人会去做教育 因为想要赚大钱 是不是 所以呢 这真的就是 你可能觉得我很矫情 我不是一个矫情的人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事实啦 好 所以呢 我要跟你们讲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老师 或者一个 呃 一个辅导人员 他真的很在乎你的孩子 他真的对你的孩子很好 你真的要非常的感谢他 你真的要好好的这个 谢谢他 因为真的 他的这个薪水没有很高 所以他愿意付出那么多 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好 好 那这个呢 是呃 今年的加州大学的延期呃 申请延期呢 延期到这个12月2号 为什么呢 他没有说为什么 但是我看了这个月历 好 就是他12月2号是星期一嘛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不想在周末截止 所以这个呢 是呃 就是说 我我说实在的 你不要觉得他延期这一两天好 对你有什么很大的 这个改变 你还是乖乖的这个早一点 把申请表寄出去 因为申请表的这个寄出去的这个戳记 就是时间戳记呢 其实是有意义的 就是审核员会看到说 这个孩子是不是拖拖拉拉拖到最后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你要呃 不要掉以轻行 就是说不要认为这个 拖过这两天 对 延到这两天 你就可以晚一点这个送资料进去 好 好 那今年的大学申请不是很快就开始 已经开始了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的团队呢 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我们有一整套 可以协助你进最理想的大学 然后又可以协助你申请讲助学金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你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忙 好 而且我真的觉得在这段时间 如果有人帮忙这些小孩 其实可以减轻他们的压力 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呃 就是说资料的这个好跟坏的差别 他们不知道的 所以呢 这真的是很重要 而且你千万不要认为申请资料 就是那个申请论文而已 其他的 其实整体的这个呃 就是呈现呢 都非常的重要 选学校非常的重要 好 那当然了 如果说早一点开始呢 绝对会有更好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呢 有这个初中生的这个早鸟专案 好 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以这是很大的优惠好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可以洽询我们的各分校 然后呢 我们今年的这个呃 线上秋季班呢 线上秋季班呢 也已经开始了 有这个初高中的这个英文数学 呃 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 可以直接洽询我们的总校张主任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教育新闻播报 我是HS2Academy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 谢谢你 关心美国的教育新闻